这个世界只有三件事,自己的事,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,这三件事已经清晰划分了我们自己的界限,自己的事,只能自己做,不要依附他人,别人的事,只可以尊重和接受,不要强加干涉,也不应该干涉,老天的事,好好配合,天下雨就要打散出去,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,就得学会简朴生活。 当一个人缺乏界限感时,常常把自己的事托付他人,他人跨入自己的界限,也常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,强行跨入他人的界限。 在这个个性张显的时代,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父母悦处呆袍,左右儿女的恋爱和婚姻,令儿女或选择孝道,却独自品尝痛苦和遗憾,或坚守爱情,却在愧疚中挣扎,或左右为难,仍在十字路口痛苦徘徊, 这些都是神热的祸,这是中国人,模糊的界限感热的祸,就如心里没有对奶的孩子,既有独立的愿望,又有着与母亲分离的深深的恐惧,同时很难形成对事物的判别,常处于两难状态。 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连结,但缺乏界限感的社会,记得小时候,从城市返回农村的父母,因习惯于关着院门,而遭到邻里非议,因为,面对关着的院门,他们不能像走进自家院门一样心无界地,院门这个界限令他们很不舒服。 如果界限感仅限于物理上的个人空间或家庭空间的话,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对个人隐私的日益尊重,中国人的界限感已经大大增强,但是对于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空间和家庭空间,中国人的界限感,依然是非常模糊的,而正是这种模糊的界限感,引发了人际关系中的太多的痛苦和无奈。 同时,当一个人缺乏界限感,很难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,然而,犹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,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。 基因不同,早期教育不同,童年经历不同,读的数接触的人不同,自然,信念系统就会不同,看待问题的角度,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有千差万别。 如果一个人有清晰的界限感,他会意识到这种不同,并尊重这种不同。 但如果一个人界限感模糊,面对这种差异,会非常痛苦,于是开始抱怨和不解,你怎么这么办事?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?你怎么竟有这种想法? 你的想法好奇怪。 中国人的早期教育常常是界限模糊的,当一个孩子自己跌倒,本应该自己爬起来,那是他自己的事。 父母却看着心痛,立刻过去浮起。 其实,善良的中国父母,已经侵入了孩子的界限,孩子的界限感,在父母的疼爱中开始一步步缺失。 孩子慢慢长大,有能力独自上学,但因为界限模糊,他或他仍然认为那是父母的事。 于是父母背着孩子的书包,早送晚些,风尘仆仆,孩子慢慢成年了,独立意识开始强化。 孩子觉得上什么学校是自己的事,和谁谈恋爱是自己的事,嫁给谁,去谁是自己的事。 但很遗憾,和父母的界限早已被打破,而且被打破已有很多年。 而且可笑的是,孩子一边大声,宣告恋爱婚姻是我的事,一边把找自己做的工作,买自己住的房子看成是父母的事。 于是父母在这种模糊的界限中,仍然觉得你的高考志愿是我的事,你的恋爱婚姻是我的事,于是开始冲突,于是开始痛苦。 在中国,关乎高考志愿,恋爱婚姻这样的大事,也不仅仅是父母的事,还是七姑八姨的事。 看似是一份帮助,一份关心,但却是害了孩子,因为很少有人是以孩子的角度去做考量的,而是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要娶要娶的人。 把孩子的恋人当成了自己要嫁要娶的人,然后把自己的意愿拿出来,努力的充满热情的苦口婆心的另一件最终得以实施。 不仅如此,孩子带着模糊的界限感,开始与恋人互动,每天计较着我爱你多些,还是你爱我多些。 不仅如此,孩子带着模糊的界限感,开始与同事互动,本不应该自己承担的,却不会说不,本应该自己承担的,却又常常把责任推给他人。 不仅如此,有一天,孩子也有了孩子,于是他或他带着模糊的界限感,开始与自己的孩子互动。 如此继续,会造成很多代际传承模式,造成家庭悲剧的轮回,关系成为一种痛苦的纠缠。 所以,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,哪些事是别人的事,守住自己的界限,也不要先败他人的界限,让界限感清晰起来,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